导盲犬的培训过程长达18个月 培训一只要花3万美元 还要其祖宗霸呆不能攻击过人类 要求十分苛刻 一般只有金毛和拉布拉多能当导盲犬 因为它们体型适中 便于牵引 性格温训 不易受惊吓 也十分忠诚 一个电影带你了解导盲犬 这天一窝拉布拉多小狗出生了 其中一只的腹部有漂亮的羽毛太机 它是小Q 导盲犬训练中心的所长来到这里 想挑选一只小狗 主人对它们叫了声过来 随后四只小狗马上欢快地跑了过来 唯独小Q没有动 而是观察了一会儿之后才跑过来 所长说 只有不浮躁吵闹 不容易受呼喊声的影响 眼睛里带着灵性的小狗才是恶格的 于是小Q就被带走了 开始了它的导盲犬之旅 日本的导盲犬训练系统是这样的 导盲犬会在出生后的45天左右离开母犬 送往志愿者家庭里寄养到1岁 让寄养家庭教它一些基础常识 比如不许上床 定点上厕所 握手之类的 也是为了让它适应人类的作息时间 融入人类社会 小Q玩着它的玩具小熊一天天长大 不知不觉中已经一年了 是时候出发了 主人不舍得把它送上了车 小Q也非常难过地一直望着主人的方向 后来小Q被所长带到了导盲犬训练中心 开始了它正式的训练 小Q性格温顺又安静 除了比较贪吃 其他的测试都非常完美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所长开始带它上街了 告诉它什么是障碍物 什么是拐角 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提醒主人 小Q非常的聪明 全部都听懂了 后来所长在路上遇到了盲人渡边先生 所长问他想不想体验一把导盲犬 但渡边似乎很讨厌狗 说自己忙着呢 还有十分钟就迟到了 所长告诉他 如果小Q带着你的话 五分钟就能走到了 渡边先生半信半疑 哆哆嗦嗦地跟着小Q上路了 小Q的表现很好 渡边第一次感觉到路如此痛惨 剑步如飞到职场粗气 所长决定将小Q赠予渡边先生 虽然小Q通过考试 可渡边没有 但领悟能力太差了 其他人都考到了导盲犬使用资格证 唯独渡边先生考试不及格 但小Q仍然很重视地守在他身边 还舔舔他手指表示安慰 经过艰苦的训练 渡边总算毕业了 可渡边先生的妻子不喜欢狗 小Q只能住在院子里 小Q的工作非常出色 从来不会在工作的时候上厕所 把渡边高高兴兴带出门 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一开始这个盲人总是不太听话 自信地坚持走在汽车道上 造成大堵车 所长很生气 因为不仅渡边自己会死 小Q也会被他害死的 将于他一番后总算听话了 从此小Q让他往东 他绝不往西 小Q在院子里风吹日晒 儿子都看不下去了 悄悄地把小Q放进来乘凉 还拿了肉给他吃 不过小Q是专业的公公狗 绝对不会被美食诱惑到 只要等小主人一声令下 才动嘴吃肉 不巧的是渡边回来了 儿子慌张地把小Q藏起来 妻子看到了装扮搞笑的小Q 瞪大了上眼 渡边先生虽然看不见 但他闻得到小Q的味道 小Q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吐出了嘴里的肉 主动走出家门继续爱晒 他的样子令人心疼 妻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终于同意了让小Q住在屋子里 渡边先生和儿子都高兴坏了 小Q的地位待遇逐渐变好了 这天渡边在工作时狂吐不止 原来是因为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 渡边住院了 小Q也被接回去了 本想等渡边康复了再送回来 结果这一等就等了三年 每当门口有人经过 小Q都很激动 可每次都会失望 这天渡边先生终于出现了 他带着小Q来到训练场 亲手为他绑上牵引伸 他的身体十分虚弱 在小Q的带领下 半天才走了三十米 这时渡边说 好了小Q就到这里吧 原来他是来跟小Q道别的 不久后渡边就去世了 所长还带小Q出席了他的葬礼 小Q以为主人一定是睡着了而已 所以后面的七年过去 他一直没有认别的主人 在他十一岁的时候 他被送回了当初的寄养家庭 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 还是那么的熟悉 他找出了他心爱的玩具小熊 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晚年时光 渐渐衰老 最后上天堂找渡边去了 这就是小Q十二年龄二十五天的一生 也是一只平凡普通导盲犬感人的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